好 接下來看到政治的焦點 也就是國民黨2024總統選舉 參選人預計在這個禮拜 就會完成徵召 而身勢最高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和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呈現兩強相爭的局面 而麗品出現的郭台銘 啟動最後一波的衝刺 不只和過去有初選恩怨的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來見面 隔天也串聯挺郭派人馬 酝酿在明天中場會上發難 最近週刊報導 面對兩強爭霸局面激烈 黨主席朱立倫15號16號 分別與郭侯會面 商討布局及整合的可能性 而知情人士就透露 侯出現的機率仍大於郭 侯友宜之所以如此有底氣 多次表態願意承擔參選2024總統 全英挺侯的多方系統 私下掌握的民調皆顯示 侯的支持度始終勝過郭台銘 加上藍營各地諸侯以及現任立委 多數挺侯 讓侯的參選有更高的正當性 而不僅如此 侯陣營與黨中央在檯面下也早有默契 包括先前新北市議會拍板提前結束總質詢 之後侯就能投入總統選戰 而該方檔案長主席朱立倫也早已都充分了解 國民黨最快在明天的中場會徵召提命總統參選人 而洪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把握時間來衝刺 昨天到苗栗拜會現議會與議長和議員來交流 而前往當地的御清宮參拜被問到說對於徵召是否有信心 郭台銘也霸氣回應 國民黨預計要在明天公布這個2024總統大選的參選人人選 不過原本表態是支持洪海創辦人的郭台銘的 立委陳玉珍他原本是預定是要在今天早上 十一點的時候在台北的天成飯店 舉行挺郭記者會呼籲說黨中央應該要提名郭台銘 沒有想到他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受訪的時候 卻突然宣布記者會取消 這個現在最新消息那個 十一點這個原定的這個記者會 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大概就是現在是取消 十一點記者會取消 我們會去站討論一些事情 哪些人會去 那我就真實先不要透露 我想我們有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現在也不能透露 而如今也傳出昨天晚上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分別會見了郭台銘還也侯友宜 而對此侯友宜也有了最新的回憶 其實不論過程如何我都尊重 黨的節奏以及 黨的規定 我們按照我們的所有的步作 全力以赴 希望能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事 都是勝過郭台銘 而且在三個級數上 包括八成的縣市長 已經多數的立委 現在就傳出了郭台銘跟侯友宜 兩方陣營都在對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施壓 其中挺侯派他們就放話 他們說如果你徵召郭台銘的話 我們就要罷免朱立倫 那挺郭派則是逼供朱立倫 說如果你徵召侯友宜的話 就會有很多中常委對你表達意見 藍營總統徵召進入最後緊張倒數階段 郭台銘和侯友宜陣營 都在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施壓 先是十二日傳出藍營立委之中 有二十幾個人支持侯友宜 支持郭台銘的人只有四個人 當晚還有挺侯派立委放話 徵召郭台銘就要罷免朱立倫 要採用哪一種方式來提出這個候選人 就是用徵召 至於他所提出徵召的人選 那當然還是要經過我們黨內的 最高權力舉過中常會來通過 所以那天還要取得我們所有 中常委的這個共識 挺侯派聲稱有多數立委支持 而挺郭派則在14日強調 二十九名中常委之中 就有十六名立挺郭台銘批藍袍參選 那如果當天的人選是 徵召侯友宜的話 你們會當場表達抗議嗎 我想我們會有很多中常委 會有我們的意見表達的 沈智慧等人的說法被外界認為 有意逼宮朱立倫 15日更傳出有中常委發起提案 呼籲黨中央徵召郭台銘 據了解這份提案尚未遞交給黨中央 經詢問多位中常委 他們都表示沒有收到這份提案書 沈智慧本人也否認並非由他所發起 黨內人士對此表示 未經連署的提案 卻事先放給媒體 明顯就是在帶風向 而國民黨副秘書長中常委 同時也是挺侯派立委謝怡鳳 數日時反嗆破壞團結的人 絕對是國民黨的罪人 郭侯兩派明爭暗鬥 到底誰能在17日獲得國民黨徵召 全台人民都在看 好現在大家都很關注到底國民黨 明天宣布這個徵召人選是誰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兩份封關民調 首先來看到第一份民調 這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們在今天公佈的最新民調 這個民調裡面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提名是提名侯友宜 或者是提名郭台銘 還是說要提名誰 你會選擇誰呢 那大家來看到這份民調裡面 有將近4成2 42.1百分比的人 他們都是投給了侯友宜 那另外29.4百分比的人 則是選擇郭台銘 看得出來兩相比較之下呢 比較多人還是支持侯友宜 出來來參選這個2024的總統大選的 可是侯友宜的民調 真的就一定穩定的贏過郭台銘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另外一份民調 這份民調呢 是我們ET Today民調員 在今天公佈的最新民調結果 這個民調呢 我們是以賴清德 侯友宜還有柯文哲 如果三方三個鼎立的 三角鼎立的情況來看看的話 到底是支持誰喔 首先來看到支持度最高的 現在還是賴清德32.1 侯友宜的話則是有26.8 柯文哲則是21.4 賴清德呢是稍稍的 微幅領先5個百分比 那如果說今天不是侯友宜來參選 而是郭台銘的話呢 來看到賴清德一樣是領先的 他的支持度是來到33.6 而郭台銘則是28.7 柯文哲則是17.4 可以看得出來同樣都是有 柯文哲跟賴清德 但是侯友宜跟郭台銘兩個人的差距 其實是差距不大的 都是在這個對差距範圍裡面的 所以呢大家現在還是會很期待說 到底明天國民黨宣布這個徵招人選 到底是誰 要請大家跟我們一起持續鎖定的新聞 最新發展了